這次就被你救了他 漢小龍說 你姐姐的身手這麼厲害 是不是被召霸教的呢 姐姐自小就立刻見姓 忘憂先生曹秋道的關門弟子 我留下跟正叔 他就撩回齊國和曹先生學藝 曾經兩次去刺殺亭丹 但都不成功 反而被他一路追捕 搞得實在沒辦法 那才來到這裏 這次填回來的趙國 那真是天賜良機了 烏梁這次怎麼這麼合作 有聞必答還言無不盡呢 趙佔現聲紅 因為人家感激你 君以德報院 你是個好人來的 哈哈哈哈 河小龍笑了幾聲 躲在椅背那裏伸了個爛腰 馬上就展露出他 胸口撞實的肌肉 和纏繞著他藥膏崩帶 趙佔一看 哎呀你受了傷了 然後轉頭又說 你家裡都不穿衣服嗎 河小龍若無其事 姑娘不習慣面對我這個粗人 趙佔好像落了決心 轉轉頭 好害羞地看著他說 不是 先生 你的智謀手段都高人一等 我們兩姐妹都好好佩服你 河小龍哈哈一笑就說 哈哈哈哈 你或者呢 都好像會佩服一下我這個腦操的 但是你姐姐了 你不用代她說話了 趙佔露出很佩服的神識說 哎呀你真厲害了 一眼看穿他人的性格 知道他不是那麼肯服人的 不過我就知道了 他把口雖然沒有說 但是心裡對你真是另眼相看的 不過呢 一口硬而已 今天我要來找你 就是想找你商量一下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合作的 他知道了 但是也沒有反對呀 河小龍就問 那你不用陪你師父出席 趙佔的院會嗎 為什麼這麼有空找我呢 就是因為所有人都要去皇宮 我才可以溜出來見你 嘩 那個紀燕賢的魅力真是厲害的 人人都為他神魂顛倒 如果他肯彈奏一曲 我相信更加不得了 河小龍聽著他的說話 不如在心裡想像著究竟現在 紀燕賢在皇宮裡面 是怎樣令眾人顛倒 有很多人都為他 甚至連酒都不記得喝飯都不記得吃的情景 他心想 如果真的好像我和燕熱商量那樣 由我這個怒草公然地追求他 真是堅持用得上手 那一定使整個寒丹城的人都掉碎了眼頸 但是當然了 在現在這個時勢 可能眼頸還未出現 趙志見到他們沉思之間 面上露出一些很古怪的笑容 有人問他 你在想什麼 為什麼今晚的燕會沒有你份 人家還未問你 田丹和你有什麼仇呢 河小龍這時候還未想好怎麼回答他 苦笑一下 你下次問了我這麼多事 你想我先問你這個問題 趙志見到你這個時候 雙眼不由自主地看著他全身裸露的肌肉 一聽他這樣說就立刻把頭轉開 唉 你這個人 真是充滿了一個一個深不可測的迷團 使人根本摸不清 猜不透的 除非你是河小龍 如果你是他 那一切都可以解釋得清楚了 我知道河小龍是誰 不過我想不通 原來自姑娘你也是他的女人 啊 你這個人是真是夠風流的 趙志翻臉一紅就說 人家跟他有什麼關係呢 最初的時候 他還可以說是我的仇人 唉 唉 那既然是錦志姑娘為什麼要嘆氣呢 我都不知道的 唉 總之想起他 我心就很煩的了 既然你不是他的女人 就這樣就好了 廢話想的就是了 反正 那天我老洞都抱過你 又疼過你了 自姑娘 你不如跟著我就算了 趙志聽我這樣說 又粗魯又直接 整個兇 然後整個臉都紅了 唉呀 不行不行 對不起 不忍住啊 杭笑龍見過他 直詩整個人向後退 好像好戒備那麼神式 走走眉頭就說 喂 老實講 我個人成個怒躁的 不懂得討女人歡心 初時我還以為 自姑娘對我有意思 簡直原來一場誤會 唉 這也沒什麼對不起的 你不喜歡我啦 那就算了 趙紙倒下头说 那你真的不会因为这件事 勾我吗 那我老董呢 又未知心胸 这么狡猾 不过说真的 既然你不是我的女人 那就是外人 爹教诺 逢人只说三分话 女人 好难信得过 所以 你不用知我再讲给你听 我有什么秘密 填单的事 你们都不要再问我了 赵志这下 他搞得糊涂了 无可耐地说 你不肯说就算了 我走了 汉小龙倒下头 家笔好像想继续写字 看都不看他说 是这样的 志姑娘请下 书路操不送你咯 赵志见到他心里有点发生的样子 嘩 偏偏又不走 好有趣地看着他说 喂 你生气啊 嘘呀 你本来以为自己很有希望的嘛 谁知被那姑娘拒绝了 那你的时候 难道还要我拍手大笑 志姑娘 老实说 如果你再不走 说不定我一下子喝不住 我将你整个抱在房里面 那时候 你不愿意都不行了 赵志对他感觉的 他立刻站起来 走到门边说 喂喂喂 你这个人 哪有这么瞒不讲理的 人家都已经低声下气 来向你道歉 想我商量了 你怎么敢对我呢 汉少龙担高头 望着这个人比花嬌 色似胭脂的美女 上下打量着他 故意摆出一副色迷迷的样子 哎 那你又不怪得我 那你这下 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而你呢 一个这么有惑人 这么漂亮的美女 这儿又有房 又有张床 你说了 董某人应该怎么对你才对 赵志是顶不顶不顶那些色迷迷的眼光 欲伯伯地说 喂 你再这样 我真的要走的了 哈哈哈哈 啊 话走话走 但是你现在都没举步 啊 汉少龙突然间 立刻起身 放低支笔 走前两步就说 我明白了 人家的姑娘仔呢 无论我心里面 怎样千肯万肯 那把口呢 都说奴家 不肯啊 那是不是这样呢 说完这一句 他挖住了手 好像流了口水 又走前两步 赵志这一下就真的吓死了 立刻闪到门边 打开门 刚才松了一口气说 喂喂喂 你再这样对我 我会恨死你的 嘿嘿 恨就是我 老老实实啊 如果你对这个人没有感觉 又怎么会无端白小的恨他呢 以前我想找个女孩 恨我都找不到 哎呀 想不到今天我成功了 哈你呀 喂喂喂 你除了乱说二十四 还有识得养马之外 还识得什么呢 本来除了马之外呢 我真的什么都没什么兴趣的 但是我说抱过姑娘之后 哇 才知道原来女人的身体 你都这么迷人的哦 来来来 喂 我们再示范一下 赵志这一下真是顶不住了 一顿脚说 我恨死你呀 另转身就跑了出去 杭笑龙敢先头发眼大喜关在门 他特意击走赵志 一来 是怕着他越流得长 和自己相处得久 就越会发现自己的破阵 尤其如果撞到京俊回来 这个小子说不定就会在他面前露出马脚 就算京俊可以做到不露声色 但是赵志对他更加熟悉 就算看不穿他面具上的破阵 但是他的身形动作都会露出不妥的 而赵志又不止田征 田征最大的梦想 就可以跟回自己一起 但是赵志是身负血海深手 如果给他和他姐姐 利用感情来要挟自己 要自己帮他完成冤枉 这样就糟了 但是如果自己就这样不理他们 万一他两姊妹 真的冒险去行刺田丹 有什么错失的话 那也是非常头痛的 一时间 他都想不到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 想到这里 索性起身去找藤役 搞清楚 善男和赵志他们有什么关系 于是 杭笑龙第二天起床之后 就马上去找藤役 这两天 他都不知道多清闲 心恶不如都好笑 自己刚刚来到寒丹的时候 本来是一个赤手可烈的大红人 谁知现在给李源几句说话 就变成个门庭冷落的闲角色 唉 想不到这个人这么有影响力 如果他真是一个一心投靠赵国的董康 那现在就真的要想想 如何执包袱走人 和避去哪 午饭之后 赵木去皇宫见孝城王 顺便经过就找他来聊天 项笑龙就立刻说出 昨晚被人襲击的事 赵木沉淫之后就说 一定是李源派人做的 现在其他人都没什么理由要对付你啊 项笑龙就抓索说 但是为什么呢 我和这个李源都应该没什么冤仇啊 赵木就说 李源现在竟然已经是神魂颠倒 最不好呢 那天几财女跟你坐在一起 而且说话又非常融洽 已经招致他妒忌了 所以才在孝城王面前 猛地排擠你 这件事牵涉到两国邦交 偏偏在这个重要的时候 我都很难帮你的 听说 昨天几财女又来找个李王 你说 不招李源妒忌 嘿 那又鬼了 现在寒丹城 个个自问有跟两个人 都想追求他 知道他两次对你的嗜好 那肯定是人人都眼红了 呵呵 不过你的美人 真是人间极品 昨天在沿席上吹就了一曲动笑 哇 所有人都为之谈到 那个李源还眼濕濕的 你说如果谁娶到他呢 唉 这个男人 还有什么好奢求呢 河小龙又不出声 赵母忍不住问 对了 昨天他来找你做什么呢 各位 究竟河小龙怎么回答呢 明天再说 上回我们讲到 赵母问 究竟纪财女昨天找你做什么呢 河小龙又说 我都很想她来找我 因为情不自禁 可惜啊 是她一马病了才来请教我 赵母忍想 这才合理的嘛 难道这个纪财女 真的会看中这个怒躁吗 她就说 我都要走了 这几天你带多几个人出去 千万不要给李源的可乘之机 我们的事 都要等到六国合纵的事定下来再说 暂时就不用有什么行动的 河小龙送她出去 这个时候 赵母的心情显得很好 她说 这个纪财女 都不知道是不是有春心动了 这几天更加娇艳欲顶 而且 连今晚 牙夫人的宴会 她都肯赏面 和她在大梁的时候 三步不出闺门的情景 真的大为不同 现在个个都磨拳策掌 看看谁能够夺得美以仁归 这个更好过打赢一场仗 河小龙走走眉头说 今晚岂不是有人头涌涌 人头涌涌 你形形都真是精彩了 我看你的口才 比那个苏秦张仪两个人 都更加厉害 那天那番话 逼个李渊无耻以对 人人人对你都刮目相看 我看赵雅 都被你了起春心了 你只要用心 说不定今晚 就可以登堂入室 你别看她 容貌上比不上好像几奄言 这么独特的风枝 但是其实床上的迷人之处 你真要试过自知 你真要试过 河小龙听到几乎要摁了耳 幸好这个时候已经来到门口了 只见侯府的家长捉了一百人 正在等在马车旁边 等着赵木上车 他一眼进去 见到邵元军以前那帮家长 袍布流巢他们 曾经在大娘 帮自己偷过老公秘禄的那帮人 都是一队里头 他的心不禁暗叫好 当日 他们在大娘走到翻来之后 曾经想过来投奔自己 是自己当时灵机一束 给了一大笔钱他们 叫他们先诈家意去投靠赵木 因为 谁都想不到 曾经跟河小龙 勢不两立的少园军府中的家长 原来会跟他打童童的嘛 当时自己留下这条皮 只要他们没变到心 那现在真的可以用得着一个妙着 但还要体定些 要知道他们全部都没问题 才可以跟他们联络 河小龙正在想着的时候 那边赵木轻的声音说 自从那天被那女次客行刺过之后 我真的小心了很多 有一天我捉到那个女人 我要他求生不得就求死不能 你看下 这批人 当我身近调过来 或者 就先做近畏是从 他们的忠诚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有失职 我都好像以前那批饭桶那样 将他们全部处死 河小龙听到 吓死了一跳 哎呀 这个人的心性是真的这么残忍 所有人 甚至包括自己在内 看来都是他赵木 可以随意写的工具 如果真的被他做到一国之军 那他治下的人民 就真的好难过了 哼 但是现在的有理无海 至少淘宝他们就可以更加接近赵木 尾头赵木一走 雅夫人已经派了个马车来接他 而且来的人 还是赵大 对赵大 他比对淘宝更加放心 更加信任 于是立刻将赵大来请入内堂 笑着说 赵大 你认不认得我 这个时候他没用那把 招牌的又沙又瓦的董马痴声音 而是用回本来把声 赵大一听 当堂整个剧镇 仔细看一看他 终于迎出他眼神 一声跪下 哎呀 汉爷 两个人现在才相迎 真是仿余格勢 赵大说 哎呀 我们几个一直都盼汉爷回来 本来 上这位咸阳找你了 但是又不舍得夫人了 汉少龙拉起他 叫他坐下就说 今次呢 我怎么都不能够暴露身份 如果不是就全军进末了 所以 你千万要将那几位兄弟都门过他 行爷放心 就算将我赵大千刀万刮 我都不会吐用你半句的秘密 行爷你这么信小人 我真是 说到这里他忍不住眼都红了 今次 我回来 是要杀落成 和捉赵木 只要事成之后 你就跟我回去咸阳 寒丹不是你们九流之地的 赵大一听 首先是大起过梦 但是跟着呢 神仙又不够默然 他突然落足决心的 说 行爷 请你原谅夫人 他身里面现在只有你一个 他 说到这里 音乐白声又跪下 行少龙扶起他说 我明白你的忠言 不过很多事都勉强不是 看看事情如何发展再说 韩厂这两天 有没有夫人留宿 照大那种感恩表情 当堂不是那么自然 夫人这两天没见到韩厂了 但是坐过的李源先生来一次 夫人请了他进内堂 他留了整个时辰才走 行爷呀 其实夫人这么做 是想借人家来忘记你 这一段时间 我们都没见他真正笑过 韩少龙一听他心里不得那么大怒 李源呢 其实他根本又不是喜欢照雅 只是想借照雅来报复几年对自己与别不同之仇 但是赵雅呢 但是赵雅呢 就太过不知自爱了 赵大一看他的神色 就很惊慌地说 赵雅呢 赵雅呢 小人说的句句都是真的 赵大一脚踏两船是最危险 你最好由今天开始 全心全意跟着我 赵雅龙 赵雅这个人太善变了 我怎么能够将所有人的性命都交到手里面呢 如果他再一次出卖我们 我们这人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 赵雅大被大声一喊 吓他立刻又跪下 即时请罪 赵雅龙拉起他 劝为他一番 然后呢 就是过去藤役那树 藤役呢 已经为他今晚的宴会 特意在野外的树上面 和他采了一种叫做情种的若影 这种树枝柴在身上呢 一轻微的催情效果 又可以掩盖自己本身的体味 然后 他敢先跟着赵雅大去夫人府 路上 他越想越生气 现在除了赵雅之外 他最争利是李源这个卑鄙恶毒的小人 而赵雅的意志呢 也都太过不够坚定 你刚才刚刚向他这个董马痴示好 那头呢 又跟其他男人勾三答四 无论如何 自己一定要全界他的心才得 对付李源赵雅这两个人 最好的办法 当然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女神几嫣妍啊 只要公开真是追求几嫣妍 而且还得到他 对李源来说 一定是致命的打击 想到这里 自己整个人也忍不住充没了 勃勃的生机 进来赵雅的夫人府 这里的摆设是一切如构 但是可惜 这个时候 自己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赵雅并没有将他 请入那个清幽的内堂 显然在心里面 已经将李源和自己的董马痴分成轻重 哼 既然是这样 索性就不要要他这么早到啦 老实说 如果不说人格品性 李源的确是女人理想的心归梦中人 连纪姻言都曾经被他的文采打动 但可惜 这个人的遗人 他就是这么卑鄙 整理思索之间 亚夫人慢慢走到 他一摆手 身边的侍匪 就立刻施力告退 杭少龙望下那几个匪女 见到本来呢 自己很熟悉的小超那些 亚夫人的近身侍匪 一个都不见 去了哪儿呢 这个时候 赵雅已经在他身边坐下了 龙先生 你肯上面这么早光临 真是令卸下蓬碧生辉 杭少龙望他一眼 见到这个成熟的美女容光焕发 眉梢眼角之间春意撩忍 看来 一定是受到李源的滋润 回复着春意生机 一想到这里 他的心里不敢油漏 于是粗声粗气的 说 富人这座府的皇后 多么富贵啊 又怎算是什么蓬栗之蛇呢 赵雅听到 忍如皱了眉头 哪个人将自己客气的说话 你当真的 心里面忍忍有点不高兴 但是就没有像以前那样 那么容易被他击 当然是因为这个时候在他心里面 赵雅暂时已经将对项少龙的思念都忘记了 所以才恢复以前的风采 本来这个值得高兴的事 至少赵雅因为心有所送 所以暂时呢 就不会想着那个项少龙 也都不会来前他这个 有点像项少龙的董马痴 但是偏偏自己的心很不舒服 很想伤害他 看他怎么样难过 但是跟着他压限这个冲动 微微一笑话 今天不是不谈公事的吗 是的 夫人 为什么你想给人早点来这里呢 他这样问 又令他召眼又不知道怎么回答 本来那天在国众的宴会之后 自己对这个董马痴是有点意思的 但是李源昨晚突然闯饮 一下子呢 就是用过人的文采 动人的说话 霸占了他的放心 至少在现在 他都没有再有以前那种贪欲的心情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依然派人 将这个董马痴早点接来相见 其实 在他内心深处 自己还渴望能够和他多点相处 这个董康 另有一种粗豪得泥 又充满哲理思想的独特气质 既霸度又温柔 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对他来说的非常新鲜刺激的感觉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从来都不知道他一会儿会说什么说话出来 或者做什么令人出人意表的行动 而他对自己呢 他是若即若离 似有情的若无情 总之只要靠在董马痴身边 自己呢 就再没时间去想些其他的东西了 这种感觉 连李源都没办法给他的 他和李源都没办法给他 他和李源以笨私毛的时候 总是忍不住想将李源代替汉笑龙 希望呢 自己可以借着李源忘记一些对汉笑龙那种 使人追心痛苦的思念 但是 这个董马痴又不同了 他有些方面 就好像汉笑龙 只要和他在一起 反而使他一切都忘记 这个人 这么霸道 有时又这么温柔 你说和他宽好 是有什么滋味呢 想到这里 不然自己都面色一红 暗暗自责 怎么一见到这个董马痴 李源本来在自己心目中强烈的印象 就立刻淡去呢 汉笑龙见到他神笔手舍的样子 以为他现在还挂着李源 当堂怒气上涌 实声起身 召牙吓了一跳 担高头望着他 汉笑龙就说 夫人是不是爱上了李源那个小子呀 所以现在对皮人才变得这么冷淡呢 赵瓦听到不如都成身一阵 不是 不是呀 这一刻呢 他竟然没有办法推断 为什么对方人一针见血 说出自己的心事了 汉笑龙微微笑 这么都没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李源头 就是董某人的宝马 我就远都不会放过他 既然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 我得去街上走一旦 一会儿再来夫人这儿参加宴会 免得大家你眼望我眼 都不知说什么说话 最好 赵瓦一下子 真的被他搞到六神无主了 董先生 你可不可以留点面给赵瓦呢 人家在你心里面 竟然吸不住一番骂呢 说话刚刚出口 才知道你自己是说错了 那豈不是将自己都当成了他的骂呢 汉笑龙淡然地看他一眼 暗暗地痛快 另转身 向厅口走几步就说 那个臭小子 故意要跟老子作举 好 让董某人显下手段 将几烟员抢过来 让他也试下 被人横刀夺爱的滋味 赵瓦本是想追前几步去挽留他 但是听他一说了几英言这几个字 当时的人都恶了 停下来 但是 他又不敢笑这个董马痴的不自量力 又在语气之中 透露出一种很强大的信心 使人来感到 他只要说得出 一定可以做得到 到汉笑龙消失在门口之外的时候 他心里面 还想着他刚才那句横刀夺爱的说话 这几个字 是多么新鲜 多么精彩 这个董马痴有时说出来的说话 真的可以跟我的汉狼平分秋色的 忽然间 他才知道 原来李源依然还未可以在自己心里面 完全取代汉笑龙的位置 甚至自己对汉笑龙的思念 他是越来越强烈 想到这里 他不敢意气消瘦 一点都不愿意再想下去 汉笑龙走在寒丹的街道上 想到小盆灯位之后 跟着接踵而来的战怨 到时 这个自己和他已经有深刻感情的城市 也会陷在一片战火之中 生灵涂炭 压力难喘 忍住深深感慨 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 经过几百年的战怨之后 还遇到了历史 深久必须的大变时刻 而他这个外来人 原来他是一手促成了这个转典 如果他没有来 没有将朱基救出去 小盆又没有成为今天的认证 那这一切还会不会发生呢 想想这些问题 真是复杂 一时间 他都觉得很头痛 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听到深海人叫 董卿 汉少龙首屎的心里 觉得很茫然 然后又听到一声 才想起 原来这个时候 董汉就是自己 人家叫自己 当然叫董卿 这样才醒不过来 另一看 原来正是韩国来的平山后韩厂 在他身边 还跟着七八个徐宠 一看就知道人人都是高手 过过精神饱满 体型飙汉 虽然 体型还比不上汉少龙这么高 但是呢 已经很巨威势 但人人仍以为只有我才喜欢逛街 想不到平山后也有这么好吓权 韩厂的面色阴沉 没有马上回答他 等他来到身边 先亲自挽着手臂说 来来来来 我的行馆就在转弯角的地方 去我那时再说 韩厂少龙不如都受宠若惊 猜不到 他本来对自己很冷淡而已 哈哈 现在转弯得这么快的呢 于是即时就跟他走进了韩馆 在他们一坐下 十几名建手 就是跟他们站在四边守卫 会搞到气氛都不知多严肃 韩厂呢 连一般斟茶递酒礼貌都省去了 一坐下就说 李源这个家伙真混帐 一点都免都不给我的 居然来看管后的眼眉 真可恶 韩少龙明白了 原来他一定是派人 留心于召雅 知道李源主动的找他 结果在召雅府里面 逗留了一段足够做任何事的时间 这样才离开 虽然他心里又妒忌又愤怒 居然将自己 当成同一阵线的人 不过 韩厂自问外貌身份权势 都赢他韩少龙几条街 所以 没有将自己当成敬顶 但是李源就另外一回事了 由此看来 韩厂看来对赵亚认真的 可能还想将他带回韩广 不过现在这个如意线盘 已经被李源破坏了 一时间 自己都不知道找什么说话来安慰他 或者回答他好 韩厂双眼 空光闲闲的嘛 董卿为什么 在里面坐了这么短时间就走出来呢 韩少龙心想 刚才这个韩厂呢 确实是要去赵亚那里 轻问罪之思 看他自己神情仿佛地走出来 才改变心意 将他扯回来 于是他顺势 这一声说 董卿最不忍得女人对我的冷淡 不走留在那里做什么 韩厂就即时轻一声说 我平山猴一生都不知道见过多少人物 但都没见过李源这个小子这么囂張 他靠什么呀 还不是靠他妹妹的裙带关系 我都不明白春生军怎么这么看重他 哼 如果李源源到时候 生不了个儿子出来 我看他还似什么 韩少龙到现在都不明白 这个韩厂扯了自己回来 什么用意呢 以他的身份地位 用不用自己的养马佬来吐苦水呀 只见韩厂扯狠狠狠说 本侯为了不得罪坐人 因为影响合纵大计 已经克制着自己不和他争几才女的了 谁知道他连赵牙都不肯放过 哼 不怪他来的之后 赵牙这个淫妇对我呢 已经冷淡了这么多 韩少龙才知道 哎呀 这个韩厂扯狠迷戀 赵牙迷戀得这么厉害 含了一口气 哎呀 天下有这么多美女 不用管他 所以其他人呢 都不喜欢女人 我偏偏喜欢养马 你对匹马好 他们对你好 绝无疑心 怎么像女人 这么难养 五时花六时变的 韩厂扯了笑 哈哈 和你聊天真是有趣 可是这一口气呢 我一定要争择回来的 李渊大言不惭 我要看看他的剑法 究竟是厉害到什么地步 不是吧 猴爷明天 不是想亲自下场 韩厂的嘴角 露车师非常阴险的奸笑 哈哈哈哈 本猴怎么这么笨呢 我早就报纸好了 就算教训了李渊 也要他不知道 是我出的手 韩笑龙知道他这一类 玩惯阴谋手段的人 又不会 立刻和自己 说自己的秘密 幸将心意告诉自己 已经将自己 当成同路人 就特意拍他马屁 说 但最后的 他们真的 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唉 老实说 我们对他们的 坐人早就死了心 一直以来 我们三进和秦国 打生打死 他们全部都在后面抽后脚 哼 谁说得定 李渊会不会 将我们合纵的事 暗纵统织秦人 那时候秦国先法制人 受当其冲的废国 唉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孝成王 都还要这样来巴结他 董兄是否明白 孝成王 为什么突然间 对你冷淡起来 昨天都没有请你出席烟灰 孝成王 孝成王 特意露出很愤然的神识 说 实在是李渊 这个少子 董兄 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你如果在赵国留不住 帝国随时都欢迎你 如果要对付李渊 本侯可以为你做牛盾 孝少龙心中暗笑 原来他笼络自己 是想自己做他的马泉竹 做对付李渊的炮灰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上回我们说到 孝少龙听了韩厂这番话 才明白 为什么韩厂要笼络自己 原来想自己 做对付李渊的炮灰 只见韩厂就说 李渊这个臭小子 甚高气傲 现在他最在意的 就是几年 唉 他想着在韩丹城 论人才武功 文才 他都是最有机会得到几年 的 如果能把这个绝世美女 在他手上抢过来 那被杀了他还要令他难过 康少龙坦一口 哎 哎 知道但是几台女 怎会这么容易被人得手 才可以的 我看就算李渊都未必能 混粗成圈的 韩厂很阴濕的说 哼 如果要使女人就烦 有很多办法 不然 那他会和他 比喻 给些春药去试一下 哈哈哈哈 那他一定会 投怀送抱的 不過 想要和 紀英言的 单独相处的 机会 就很不容易 哈 洞轻你就不同 他对你的 两马之術 似乎另眼相看 說不定 厚硬機會的話 董兄 你明白我的意思 杭笑龍聽到心裡 撥然大怒心想 你這個人真是卑鄙 孟智的董馬屍出手 要過落春藥 迷奸幾煙燕 似乎被他大便宜的佔 但是 這樣不單止害幾煙燕 而且如果他真是董康的話 也都害了他的 因為好像幾煙燕 這個人人 天下都非常尊敬 而且對他 非常仰慕的才女 如果有人對他創出 禽獸行為 還會成為過街老鼠 人人哭打嗎 那時候 韓廠收留他才怪 這條借刀殺人之計 真是一石二鳥 一下子 既可以打擊李軟 又順便害他這個董馬屍 哼 韓廠這個人的心計 都非常之壞 現在 韓少龍終於有些明白 為什麼陸國最後會被秦國所滅 像韓廠這種國家眾臣 代表本國 來韓單秘密商議 怎麼合眾抗蠢 但是 居然是將心思快爭鋒 合草之上 正經的都擺在一邊 不管了 怎麼算得上是個人物呢 在自己接觸到的 在自己接觸到的韓魏趙楚四國裏面 都是小人當島 好像趙國那樣 空有李牧 廉婆 或者魏國的順寧軍 被洪裁大力之士 但是 他們都無所發揮 即是被小人在那裡把持著朝鎮 不知燕國齊國的情形又是怎樣 但是看來 都會好得去哪 只見這個時候 韓廠打了手勢 馬上有人遞上個瓶子 韓廠將他塞進韓少龍的手 用很誠懇的語氣說 本侯這口氣 全靠先生跟我爭回來的 女人都很奇怪的 就算是三精九裂 但是如果你得到他的身體 實情十都會變得百依百順的 既然都是女人的 當然都不會有什麼例外的了 我真是羨慕洞卿 韓少龍心裡面那麼地道他 你只是要我去死 還說羨慕我 但是 這些春藥卻之不公 說不定將來都有用 就問明用犯 先把瓶子蠢弱塞進懷抱裡說 我看都要有什麼情形再說 老實說 我對女人的興趣 每天都比不上保馬 女人怎麼有馬匹那麼好呢 韓廠又勸為了他一番 說盡好話 那才和他一起去夫人府附宴 那時候 河少龍就特地等他進去 過了一陣 自己在外面 走一陣街 遲了一些時間 才大搖大擺地再進夫人府 這個時候 在夫人府前面的廣場那裡已經停滿了馬車 趙大將他帶入府內之後小小聲 剛才河爺一走 夫人門門不樂 坐了很久 過開來找他 他都不肯見他 當然你真的可以 韓少龍知道他依然不死心 希望自己對趙雅覆水重修 唉 但是 他已經心裏又有一里緣了 怎麼這麼容易收回來呢 燕匯是設在主宅旁邊 一座很雅致的平房之外 設的呢 是和郭家那晚共夕一樣 一張大圓桌就放在廳森 周圍呢 就放了十幾張茶棘 郭家晚宴有份出席的人 全部都到場 甚至是包括了那個嬌嚴欲敵的郭家小姐郭秀儀 韓少龍本來以為 郭秀儀經過那晚 見到一個李猿這麼花心 又挑逗照雅 又表面拼命追求紀姻嚴之後 就不會再理他了 但是現在看起來 郭秀儀好像不記得這些事 來到這裏 依然是和李猿又談又談 除了這批人之外 還多了四個 第一個當然是紀姻嚴了 還有就是趙智郭開 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 這個男人衣色華貴 氣到逼人 但是雙眼滴來滴去 整天都不定朝 給人一種很有機心的印象 這個時候呢 還沒開整 大廳一邊 一把棟門都打開了 毫無間隔地跟外面的花園連在一起 幾十盞彩燈 你用樹的枝幹垂掛下來 照到整個花園五光十色 真是有些疑幻而真之感 項少龍已經是最遲一個 大部分人這個時候都在花園裏面想玩燈飾 大廳裏面就只是趙牧國眾 落成趙霸 還有那個身份不明的人在那裡交頭接椅 趙牧一見到項少龍就說 董先生為什麼來得這麼遲啊 一陣子要罰你三杯 來來來 見過姬仲先生 項少龍聽到心一想 原來這個雙眼滴來滴去的人 就是代表東周軍 來聯合六國 準備合縱工程的特使 就立刻走過去 姬仲很注重禮節 搞到項少龍都要跟他走正觀禮 客氣了兩句之後 姬仲雖然說話很有禮貌 但顯然沒有把這個仰馬人放在我眼裡 好快就轉身 跟剛才幾個人 談回他們自己的話題 他猛地說 秦莊襄王的人怎麼無能 重用呂不諱 一定會令秦國內亂諸如此類的話 漢少龍哪有心機聽她 告罪一聲 向花園走過去 她一進到花園 當同有三雙美人妙目地向她飄過來 幾千年一見到她 雙眼不受控制地當同發光 趙姬仲雖狠狠地盯她一眼就轉頭 顯然對她如露未消 趙姬仲雖好像一直等著她出現 當堂面上讚放笑容說 董先生快點來 我們在討論好可愛的問題 韓少龍一眼看她 見到眾人集中在花園之中 一座寬敞的石橋上面 下面是一道引至山泉的青溪 橋前面還有一個非常雅致的荷花池 只是看這樣的佈置 就看得出趙雅這個人 除了行為放蕩之外 其實她真是一個心有懷抱的女子 這個時候 李玄正在幾千年旁邊 和她指點下 在她游來游去的各種魚 對她大獻恩勤 郭秀兒和趙姬顯然非常熟絡 一起坐在橋頭無幾遠的地方 看她樣子 也在欣賞這個花園的景色 這個時候 大家轉過來打亮她 韓廠和郭開兩個陪著趙雅 站在紀燕賢和李玄的背後 韓少龍過去打一個招呼 這個時候 紀燕賢另轉身說 董先生 我們正在談生死的意義 不知道你們這個問題有什麼高見呢 韓少龍在大梁的時候已經知道 紀燕賢很喜歡和人討論一些問題 上至治國之道 下次好像這些生死生命意義的哲學問題 他都很喜歡討論一番 這個時候 戰國時代 正是到了百家爭鳴思想爆炸的大時代 這種清潭的風氣 在權貴名時之間非常盛行 好像沒多久之前 莊子孔子他們 就是終日好談人生道理 但是自己對這方面沒有什麼認識 雖然明知紀燕賢想給機會自己去表現 很順利開展對他的追求 但是自己是有心無力 只要撫笑一番 皮人只是個老草 怎麼會這麼深奧的問題 紀燕賢還以為他是以退為進 還沒有機會回答他 李懸已經插入說 可惜周先生沒有來 要不然等他來講講一定很精彩 哈哈 我們都是講回養馬的心得 可能這件事拯救董先生那樣就對了 有心人一聽就知道他在踩抗笑龍 說他除了養馬之外 其他也一無所知是個老草 而在這個年代 養馬只是很低賤的一種職業 所以他是故意貶低河少龍的身份 河少龍的心那麼發怒 不過更加怕他追問有關養馬的問題 自己呢 雖然國保這方面的知識 但是都相當有限 給他一問兩問的話 說不定會問出破綻的 於是就扮到不以為意的 你們斷了那麼久 一定有些高論的了 不如都說出來給董某學一學 日開茅室啊 國開的壞鬼書生說 我還是最佩服孔丘先生那句 未能是人 焉能是鬼 人都未做好 又怎用去想什麼生死意外的問題呢 趙雅填尼也有很高的慶祭說 郭大夫你好狡猾的 都不肯面對這個人生最重要的問題的 李遠就說 我們做什麼事都要講求目的 為什麼單獨對自己的存在就不問不問呢 上天既然賦予了我們寶貴的生命 就好像掛在這個樹上的彩燈一樣 燃燒著五光十色的光熱 照是我們能夠盡情燃燒 才可以不負此生 杭少龍聽著這番話都不得不承認 這個人說話的確很有想像力 再看看在場的女子 趙雅固自然是雙眼露出迷醉的神色 連紀煎妍都聽得很用心 橋頭的趙芝和郭修賢 亦都停止了自己的說話 流神傾傾 杭少龍心想 哎呀 這樣就糟了 豈不是被他拿了彩 手牆掛肚子想了一會兒 李兄說的就是一種對待生命的態度 不是對生死的意義有什麼結論 似乎和剛才你說的問題不是那麼相關的 博開和韓廠一聽都同時露出了注意的神色 想不到這個老草 心思和觀察力都這麼精細 李袁嚇嚇一笑的話 董先生說得好 不過正如莊州所說 以其至少求窮其至大 那些迷亂而不得自得 只要一日我們還是局限輕的生死關頭 就始終都不能夠求得有關生死的答案 就像我們對夏天的蛇蟲 講不清冬天的冰雪 是一種什麼回事一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確立一種積極的態度 麵燈將這個好像白驅過驅的生命白白地浪費 李袁講得上來口若緣何億楊頓錯 的確有紅辨之士使人傾倒的魅力 難怪多幾依然對他靈眼相看 杭少龍一時都啞口無言 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李袁看他的神色 心裡面暗暗好笑 哼 你這個老草都想跟我鬥? 論文財文財 你又哪一樣好得過我? 索勝不放過他 故意扮得很謙虛地說 不知道董卿對人生的態度又有什麼見解呢? 杭少龍心想 自己隨便找些說話就可以堂塞過去 但是如果要講得比他更加深刻動人 真是有心無力 韓廠現在跟他站在同一陣線看他解圍說 今晚的討論真是特別精彩 不如就這樣先 一會兒再在演繹上再說吧 趙雅就說 哎呀不好 剛剛談到這麼高興 就要趕著入城 趙雅還想多聽李先生的高論 紀燕賢也說 還沒有機會給董先生說 韓少龍望一下紀燕賢 見到他充滿期待的目光 想起自己說要公開追求他的任務 那現在怎麼能夠變得這麼秀家呢? 整個暗暗叫苦 突然腦裡靈光一閃 想起自己二一世紀的那個時代 曾經無意中就翻過一部佛經的故事 有個故事叫得很深刻的 啊 現在借過來 說不定可以板平一局呢? 於是 他走過來紀燕賢身邊 才深深地望著他眼 然後又微微一笑 雙手按著橋的欄杆 望著天上的明月 然後哈哈一笑 吸入了眾人的注意之後 才準備開口說 李元見他真的要應戰 嘴角又掛著一絲不屑的微笑 紀燕賢也就閉上眼 他有信心 韓少龍一定可以說出 這些發人深省的哲理 對他來說 沒有什麼比思索人生的問題更有趣味 這個也是他 為何會和周遣結成好友的原因 亦都是他愛上韓少龍的原因 因為韓少龍講的說話 總有這麼生命 這麼精彩 這麼有意於常人 只聽了韓少龍說 從前 有個旅客 在沙漠之中行走 突然間 後邊吹了一群臥狼 對著他 旅行起於二世 眾人聽他突然間說的故事 都覺得很惡然 但是這個時代的莊子 也都很喜歡用預言來演繹自己的思想 這也不是過分奇怪 於是大家聽我繼續說下去 看到他說 那個旅客 那個旅客大氣地驚 拼命狂奔 這一次 他真的為生命而奔跑 又是跑慢一步 那些臥狼就已經撲上來 將他夾生 陷了下肚子 郭秀兒聽到忍不響 哎呀 這樣叫他上來 哎呀 在沙漠裡面 有誰走得快 那臥狼 他一定要死 眾人聽到這麼緊張 也不敢有些好笑 大家都很想繼續聽下去 連李源也沒有例外 但他看見多煙然 閉上眼睛 又敗又專心 心裡不敢有道火狂燒 漢少龍微微一笑 他說 不用怕 那些臥狼 快要追到他的時候 他忽然間見到前面 又不知有多深的井 於是八個一齊 向前就跳了下去 邵雅即時鬆了一口氣 哎呀 這個井一定是有水的了 不是呀 那個井不但沒有水 原來下面 有很多毒蛇 看見又食物送上門 都望起頭 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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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漢少龍看著幾二年 他說 他大驚失色 於是 伸手在半空中亂走 希望可以拿著什麼救命的東西 真是天重神怨 他居然炸了一棵在井口那里横心过来的树枝 将他吊在半空 于是这个时候 井口那里有恶狼 下边有毒蛇 但是这个人 虽然身陷进退两难的绝境 不过暂时还是安全的 说到这里 众人都有一点明白了 汉笑龙说的 只是人的一生舍照 似问在生死之间 谁不是进退两难的呢 在这时候 这件事 汉笑龙继续讲过去 他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些很奇怪的声音 传入他耳朵里面 他向着声音发出方向一望 哎呀 真的吓得魂飞拍散 原来他发现 有一大群老鼠 正用尖利的牙齿咬着树筋 这棵救命的树 已经白白声响 那棵树 越来越断得厉害 这棵救命树的时日 已经无多了 这下郭秀仪召致的同时 敬呼起上来 汉笑龙深深地望了 几言一眼 好像自己的故事 你只是说给一个人听 就是这个生死一生的时刻 他看到眼前的树上有一滴蜜糖 于是 就是这个时候 他忘记了上面的恶狼 下面的毒蛇 也忘记了 就来要被老鼠咬着树仔 他闭上眼 伸出了你全心全意地去填那滴蜜糖 对老子来说 那滴蜜糖 就是生命的意义 听完这个故事 连国开寒厂这种 只知道追求功名利路的人 都被勾起了心事 引出了功名 李源见到众人都被汉笑龙 陷入无比深刻思想的 这个比喻故事打动了 他心里不禁有点不服 打破昨天说 不知道这个预言 董先生在哪里听回来的呢 是那些骂话给我听的 说完这一句 汉小龙一拍的肚子 好了 屁人都肚饿了 说完之后 就即时大踏步地 向着大厅走过去 他心里面 暗暗叫声 骁行 好彩自己呢 以前呢 都喜欢上网看书 无意中看完这些乱七八糟的故事 这样才可以顶回一会儿 如果他们再和自己聊下去 那时候自己真的会无辞以对 他入籍之后 纪姻言 突然间拿起一瓶美酒 来到汉小龙面前 用一个非常优美的姿态 将酒慢慢倒入汉小龙的酒杯里 跟着说 依然刚刚听到一生人之中最动人的预言 无以为报 就用这一杯美酒 多谢董先生 说这番话的时候 眼里面射出 不用顾着姿态 都自然流露的 非常崇拜仰慕的神色 哇 当堂搞到 所有参与演艺的人 人人都哗咽了 赵莫很奇怪的 董先生 说了一个怎样精彩的预言 搞到我们的几才女 亲自为你斟酒 飞仲也露出 非常惊异的神色 而李源 面色阴沉 上眼之中 那些妒忌的恨意 已经再也掩饰不住 赵莫望着这位董马痴 上眼之中 都忍不住露出 非常颠倒迷醉的神态 慢慢地 将汉少龙 刚才讲的故事 讲出来 未听过人 听得都暗暗佩服 回到座位之后 紀姻言举杯说 姻言敬董先生一杯 韩昌的心里面 也都很妒忌的 但是 心想这样也都好 可以打击这个李源的 囂张小人 就附和他说 大家都喝一杯 众人一起起控足酒 李源虽然很不愿意 但是也都勉强喝一 这杯苦酒 汉少龙看这几个女孩 多姻言固自然 心里面 是对她有涛天爱意 而赵莫也忍不住 向她抛泥眉眼 微目全情 甚至正在生气她的赵姿 也都神态改变 不时偷偷地望着她 最意外的是 连郭秀仪都对自己 微待含春 唉 自己如果不是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 可以随手借用人家的智慧 今晚一定要出丑当场 绝对不是眼前感的局面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